尽管金莲正脱开来 可老王还是追了上来 一番追逐过后 金莲还是败下阵来 输的那叫一个心服口服 也开始对他笑脸相迎 还劝他不要吃那么多药 免得洛哥和自己前夫一样的下场 看老王没听进去 话也说得难听起来 当心点 当心你死在我身上 我去拍电影 老王瞬间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刚想出去找大夫看看 就遇到了俊俏的高大强 眼看老王冷了脸色 高大强赶紧道歉离开 老王在门口大骂一顿后 才火急火燎的去找大夫 可他刚离开 高大强就又回了家 虽然大门锁了好几道 可这根本弯不住他 因为他不走寻常路 时间长了 金莲自然看不上老王 看着大街上跳大神的 金莲瞬间想到调妙祭出来 随后他就开始喊着肚子疼 看了满大街的大夫都不管用 老王只能去请神婆 经过一番花里胡哨的做法后 神婆终于开口了 他说金莲之所以肚子疼 是被死去的前夫缠上了 这时金莲梦得睁开眼 说自己在下面不屈吃穿 唯独非常的思念金莲 看到他改嫁更是日夜难安 老王当即傻眼了 对方说自己也不是不讲理 只要老王和金莲保持距离 他就可以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否则就要他家破人亡 当老王答应这一条件后 金莲这才悠悠转醒 高大强一看搞定了 赶紧带着老王去望花楼 管家也非常的有眼色 立马招呼上来一大群姑娘 看得老王眼花缭乱的 怎么样 不错吧 门看 我看就咱们俩吧 在高大强的劝说下 老王很快沉迷其中 而高大强则回去找金莲 为了不让姑娘看别 他每次都会吃一粒小药丸 但是要三分堵 老王很快就虚弱无比 这天他正在街上走着 突然双腿失去控制 好不容易挪到家门口 却连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所以做人还是安分守己的好